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微观频道 这是一个与财富有关的频道 今天我将会来讲解关于上届的魔术师陈永财 看他如何白手起家 从一穷二无到菲律宾华人首富 他是如何利用其独一无二的上道 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他也号称是最早期的蓝海策略 实践者 1934年 他出生于富江浙江省 四岁就跟随父母定居菲律宾 由于家境的贫穷 在韩年幼的时候 他时常撤脚去学校 在他刚满十一岁时 他不得已在一家烟厂当宅艺 以办公办徒的方式 完成了大学课程 由于在烟厂做过工 对于香烟有所研究 所以在1965年 在马尼拉和当时的好友 创办了副创烟厂 虽然当时烟炒市场已被垄断 如何把市场挤进市场 对扫资本的他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经过了多番的市场调查 他发现中党烟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 所以他决定创造第一个中党相应品牌 永久冰凉 从而打开了菲律宾的市场 1968年 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 摧毁了副创烟厂的厂房 大部分设备被毁 也用这样陈永才反而因祸得负 让他决定引进全世界最先进的 日焰生产线和现代化转延之一 使得他的烟厂真正之上 1970年 从台湾引进先进的饰养技术 建起了亚洲最大最现代化的养筑厂 1977年 他收购了通用银行 其更名为菲律宾联盟银行 并让其成为菲律宾资产最多的银行之一 1978年他又收购了破产 而是日本双码钢铁公司 更名为鸿章开发公司 承接菲律宾以海外的大型钢结构建筑工程 甚至把产品出口到新加坡、日本等等 1982年他创建了亚洲啤酒厂 挑战以盘踞菲律宾啤酒市场90余年的龙头老大 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一定会失败 认为他是以卵即食 但他深谱市场的伤道 他说市场网如装满大10块的铁桶 看起来满 其实10块之间有许多的缝隙 可以装沙子 沙子装满了还可以装水 从他陈述当中就可以看得出他对经商的独特之道 因此他做了许多的市场调查 从而研发了全新口味的啤酒 豪森一经诞生便即刻畅销市场 此后他也引进了加斯波、百威 并购买了风靡全美百年以上的 科尔威特、四十五、龙士达等啤酒 在东南亚的商标使用前 让亚洲啤酒成为在菲律宾 乃至整个东南亚享有甚旺的著名企业 又一次他用他那魔术般的手 缔造了商业神话 1995年 他创立了大亚上市公司 由他向菲律宾乃至二十多家的外国航空公司 提供飞机维修工程、餐饮、地群等等 与其同时 他还完成了两个金氏并购之局 收购菲律宾航空公司和菲律宾国家银行 自此陈永财先生所创立的企业 涵盖四十多个行业乃至上百家公司 并在农业、航空、金融、证券、烟草、饮料、食品、酒、化工、建筑、酒店、地产等等 陈永财也因此成为菲律宾最大的雇主之一 也使他在富布斯长年稳居菲律宾首富宝座 直到2007年 上显出超强的企业势力 陈永财能在市场上 肖诈风云并不无道理 与他好学的态度息息相关 他认为学问 要学就要问 知识必须日积月累 不止虾问 意识不苟 是他的学习作风 他随身插着一只笔 遇到不明白的事 会举个举书 本子 记录并请教 不论对方是朋友 或客人 或下属 也因如此 他往往善意找出市场的定位 创造市场的利基 也称得上是 最早期的蓝海策略 实践者 假如这一期的分享 对你有意思是热启发 希望你记得点赞 订阅 以及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你将会在第一时间 收到新的影片的通知 你的支持 是我做影片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维冠 希望你喜欢这期的分享